2011年年初至今 敘利亞來戰不斷 事件造成超過32萬人喪生 1000萬的敘利亞難民 散落在不同國家 而演藝人周慧敏 早前就聯同香港世界宣明會 去探望敘利亞的難民 了解他們的情況 我的感受很大 因為我沒想過一個地方 一個國家可以容納這麼多難民 只是看到很多沙漠 就像抗野一樣 2015年5月25至29日 演藝人周慧敏、Vivian 跟香港世界宣明會 到訪約旦和黎巴聯 了解圖蘭道這兩個地方 敘利亞難民的需要 Vivian分享到 這次的探訪和過往很不同 看到這次敘利亞難民 和我以往的貧窮家庭 其實是很不同的 因為貧窮家庭 你貧窮你拿不走他的尊嚴 我還會看到快樂、希望 然後那些人是可以有脫貧自立的一天 但是你說遇到這些內戰、打仗 他們真是不知道那個等待有多漫長 其實真的和平很重要 很渴望和平 戰爭真是令到很殘酷 因為令到家庭受到的創傷 是我們不可以想像的 香港世界宣明會總幹事 而趙患明也提到 無憂子的戰爭會帶來越來越多的難民 而鄰近國家要接收難民並不容易 譬如在若旦只有600萬人口 其實有70多萬的難民 而在黎巴嫩400萬人口 估計有差不多接近200萬的難民走進去 所以怎樣幫助他們 以及長期怎樣提供他們生活的需要 對大家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趙患明提到 戰爭或者災禍發生了一段時間之後 災民或者難民 很多時候都會怕世界遺忘他們 所以早前宣明會舉辦了一個 為敘利亞孩子起跑的活動 而市民也在心意卡上 寫上鼓勵和支持的話 不僅僅金錢的捐助 Vivian也鼓勵大家 為敘利亞人民祈禱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祈禱 希望幫他們祈禱 希望盡快 執政者、政府軍、執政者 或者反對派的執權者 他們的心會改變 然後令他們可以停止這場 殺戮的傷害 因為很多小朋友、很多大人 雖然說… 我記得有個小朋友 他們唱一首歌給我聽 我感到很大的感觸 就是說… 他說敘利亞對我們來說 依然都是天堂 儘管敘利亞現在發生了很多事 他們真的很想回家 有自己的家 我希望戰爭快點停止 有了和平 他們就可以重建他們的家園 亦希望可以為他們現在的心靈 得到安慰而祈禱 Vivian也鼓勵大家 為了接受敘利亞難民的國家祈禱 不同種族的人都可以以愛相待 和平相處 差不多是十年前 其實敘利亞 佔領過黎巴嫩這個地方 當時很多黎巴嫩的人被殺 捉了回去敘利亞要坐牢 所以其實這兩個地方的人 互相給予大家很多傷害 到現在這幾年 敘利亞又難,又內戰 那些人就逃難,就過來他們這個地方 其實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的行為 讓這些黎巴嫩的人 去接收敘利亞的難民 所以我覺得就想起其實是 愛仇敵真是都是神 都是命令我們要做到的